神话的时代结束了 上古之神女娲团土造人赋予他们生存的智慧 人们封化成各有所长的九个部落 女娲悲悯众生 将九大部族的御念与异能 供存在古天所剩的金石之中 铸成九星天珠换来暂时太平 长安 唐三藏法师元祭后 两个随士弟子天桥与天书 为夺天珠中样大祸 九枚天珠散落 天桥被封为大唐国师 而天桥的天书 天桥则成为朝廷一等的通缉犯 十九年后 唐高宗武后二圣统治下的长安迎来了圣唐时代 平静的郊外 一个神秘男子发现了一个昏迷的少年 少年仿佛失忆 却力大无雄 神秘男子将少年带上商船 哄巧 县衙捕头赵兰芝带人上船调查走私之事 失忆的少年跟赵兰芝打了起来 众人搜寻客船 发现里面果然有走私的藏物阿芙蓉 手下告诉赵兰芝 自己很想去看看花魁如月姑娘 可是她已经死了 让赵兰芝不禁感叹这繁华长安 不知藏了多少故事 护布侍郎千金叶远安 是一个率真正直 以探索为乐的姑娘 这一天 叶远安上街闲逛的时候 见到一个衣衫蓝绿的少年 叶远安看不下去少年遭到毒打 当众为少年出头 就在这个时候 一匹发了疯的马冲到大街上 少年不顾安慰冲了上去 赵兰芝也赶去帮忙 阻止了叶远安被马撞到 少年被之前的人再次抓了回去 临走前 他回头望了一眼远安 他正是之前跟赵兰芝交手的失忆少年 叶远安的手下石头 因为想好段小玉出事 找叶远安帮忙 原来段小玉被当成为财谋害如月的嫌犯 官府判处了段小玉死刑 叶远安见不得石头求情 他半夜偷偷溜进了天牢 用手中的蜘蛛将段小玉从牢房救了出去 牢房里的犯人们看到段小玉被蜘蛛撕掉起来 都觉得见了鬼害怕不已 叶远安顺利救出了段小玉 路上遭到了赵兰芝的抓捕 幸好他及时跟段小玉躲在了水里 才逃过一劫 赵兰芝赶往叶府说明来意 让叶远安将石头带出来问话 叶远安知道不交出石头 赵兰芝不会罢休 只好喊石头出来 石头面对赵兰芝 表示自己根本什么都不知道 叶远安在旁边说好话 无意中说漏了底 让赵兰芝知道他是知情人 石头决定晚上就要带段小玉离开 叶远安非常无奈 赵兰芝一早就守在船上 当场呆住了段小玉跟石头 段小玉不想连累石头 居然当场跳河自尽 幸好叶远安及时出手 段小玉表示 镯子真的是如月给的 而且自己也觉得如月的死有蹊跷 段小玉告诉众人 如月死前有一个公子常来看他 有一回段小玉还听到如月 跟对方说来生再见 好了 这集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以上就是盛唐幻叶的第一集内容 想看更多精彩内容 请锁定肯讯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